4月26号至28号 由傅昆奇率领的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一行 受邀在北京参访 回城前接受采访时 傅昆奇表示 此次北京行成果丰硕 会把大陆的善意带回台湾 两岸间累积善意 密切交流是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心愿 我想今天我们不只是和平破平之旅 能够为两岸同胞能够共同的常来常往 全面的交流 我们递出了丰盛的诚意跟橄榄枝 我们更希望两岸从破平之后 能够全面深化的发展 不只在人民的交流 各个产业的合作都能够面对一个新的时代 由傅昆奇等17位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组成的参访团 26号晚抵达北京 两天行程中参观大陆新能源汽车企业 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并到访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 期间在北京与台商台青举行座谈 我觉得两岸互相的交流就是要彼此共同去协作跟努力 既然咱们这边已经释出了善意 那我们也希望台湾那边能够好好的去研究 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回应 总归两岸多交流跟多交往 才能够避免两岸走向比较紧张跟复杂的关系 这是我们台商朋友说非常非常关切的 我相信也是两岸同胞很关注的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两岸人民非常的热切 期待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交往 从这个几支的这个航空股啊 或者是这个旅游股我们也都可以看到 真的非常期待能够两岸的文化旅游 能够尽快的开放 让更多的大陆同胞能够来岛内 也能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 来到祖国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 期待当然是把我们台湾人的名义带过来 然后也把大陆的这边对台湾友好的一个态度 也带回去台湾 然后给两岸做一个很好的交流示范这样 28号当天 参访团一行前往2024第18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参观 该车展是中国大陆最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展会之一 本届参展商近900家 其中境外参展商超260家 车展上各种新技术的运用和酷炫的造型 给不少参访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天我们来看车展事实上是一个额外增加的一个行程 那这对我们来讲的事实上是也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能够了解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我们不但造型还有我们整个舒适度各方面都很棒 颜色很漂亮 太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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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很快啊 我们现在在台湾其他都还没有办法进来 我们希望这个是能够早点突破 我们一看到这个民族工业的复兴 因为汽车制造业这是代表活力的强弱 能够让阳光照射到的地方 就我们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汽车 在总结此行收获时 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表示 此行成果丰硕 以对话代替对抗 以协商促进合作 期盼两岸共同努力 和平发展两岸关系 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那我们也觉得这次我们的新生成果算是非常封锁 我们都希望两岸应该要有善意 而不要有恶意的堆叠 那么两岸要交流而不要对抗 我们都希望说这是一个好的起头 那这样子的一个和平交流的气氛 能够持续下去 我想未来啊 我们是跟全世界在竞争 而不是两岸在对抗 让我们更加的和平 昌盛团人的发展 增进他们的福祉 我们共同努力 据了解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团 在完成所有参访行程后 当天返回台湾